就是,鳥肺在整個氣體的流通過程裡面 如果它需要把肺的空氣完整換過的話 總共要呼吸動作兩次 然後第一次吸氣的時候 它吸進來的氣體會先進到那個泡氣呢 跟一部分的肺 然後緊接著呢,吸,然後就呼吸嘛 然後呼氣這個過程當中,它會優先去排除掉 那個淺氣囊跟那個比較肺前段的這個空氣 所以那個吸氣進到後面 然後下一個動作的呼氣過程當中 排除淺氣囊跟肺一部分的空氣出去 所以這邊呢,壓力就會比較低 所以等到下一次在吸氣的過程當中呢 那個第一次進來的空氣就會往這邊跑 然後第二次進來的空氣呢,就會在前途後面這一段 所以它到第二次的時候呢 才有機會把整個肺的空氣環過一次 所以它一個完整的呼吸動作裡面呢 就是,就是必須兩次的呼吸 這個動作中心,才能夠更新 然後這個所有肺內的這個殘餘的空氣 就是,呃,兩類為人配合這個氣囊跟飛行這個需求 那其他的大致上來說的話,就一樣 就是它的肺裡面呢,基本上就是一樣 就是從氣管、氣管的分支的末端 然後呢,有配合這個肺炮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急缺動物裡面 這個,呃,比較有功能良好的肺的就是鳥類的 兩層類這個挖的肺啊 是真的是功能性來講不是很理想 因為它那個肺炮太大顆了 好,所以也是,呃,鳥類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設計,會能配合飛行的另外一種需求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看人的部分了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看人的部分了 我們的呼吸系統當然,就是層級上大呼吸系統 好,可是關鍵的器官只有一種 好,就是肺的部分 然後從鼻腔開始穿 OK,所以空氣從鼻孔進來之後呢 如果進入鼻腔這邊,基本上就是呼吸道的起點 然後,如果進入口腔的話 那個是那個消化道的起點 然後我們之前在講那個消化道就有提到 就是那個消化道跟呼吸道在前面這一段呢 其實它是平停的 好,然後之後會交叉 好,鼻腔之後呢,就接煙 好,所以那個消化道的部分口腔、煙 對不對 那煙之後呢 如果是消化道的話 煙之後是接食道 那如果是呼吸道的話呢 煙之後是接吼 好,所以接煙吼 所以你看那個240元那個 吼的話 那時候下禮拜二或禮拜三 會給你看那個租費 然後他通常都很好 所以幫我們留到這個地方 好,所以你可以從喉頭的地方 好,開始往下看 然後那喉頭基本上還蠻壯的 是一個很大的軟 所以我們現在通通知道這個 這塊基本上就是喉頭的軟 然後緊接著後面呢,就是接氣管 OK 那氣管一開始只有一條 然後後來呢,應付那個左右背 所以大概還不到胸骨結束 上面這個地方就已經分岔出去了 好,所以就開始進入所有的支氣管 好,那支氣管的話 接下來他會像那個樹枝一樣 不斷的越分越細,越分越細 好,所以到了最小型的這個支氣管的末端呢 就會是右邊有一個放大的度 最小型的支氣管的末端呢 他就會開始逐步的膨大 然後呢,表面有很多這種圓形的這個男狀後套 那這個基本上呢,就是所有的肺炮 所以每一個最小型的支氣管 或者叫做微氣管 他的末端呢,通常會跟著一群 一群是肺炮 好,所以你就是看到那個放他的那一個圖 好,所以最小型的氣管末端是肺炮 所以我們的氣體交換主委 顧位主委是在這個地方 好,所以整個顏度 從那個鼻腔、煙、喉、然後呢 氣管、支氣管 然後最小支氣管末端 然後到達肺炮群 那通常那個樹枝 剛剛講很像樹枝 就是小微來的應該還蠻 就有點那個概念 就是那個明顯的主幹上來 然後樹枝很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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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分到最細的末端 然後那個枝條最年輕的末端 那個地方有一團的葉子 好,所以真正整個對的這個設計 然後可是接下來到這個地方 他就是死巷子的 所以空氣呢,進到這個地方之後 到時候他要原路再出去 所以我們的這個氣體流通呢 是擔進擔出 像是講過黃蟲啦 黃蟲它有設計一個比較特殊的導引的方式 就是前四對進氣 後六對出排氣這樣子 那我們不是擔進擔出 好,所以這整個路上 這整個路上構造面呢 第一個 為了要讓這個氣體的流通比較有效率 所以那個管子的直徑很重要 所以接下來 煙這個地方大概沒有什麼好提的 因為這個地方會配合那個小化道的問題 然後口像這個部份 那裡也不用口呼吸 但是我們後面等它講功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最好不用口呼吸 因為那個會比較脹一點點 就是沒有辦法 在第一段就有比較好的過濾功能 好,那我們先談那個煙之後的 或是後頭的地方 因為你怎麼呼吸道啊 應該知道那個 有一些氣喘的冰冷有沒有 這個突然間的那個氣管的緊縮 那個管子會縮小 那管子縮小氣體的流通量就變小 所以這呼吸道呢 第一個好是燦空 但是燦空冰冷的時候呢 我們先我們這個管子撐個大膽的 好,所以這塊還不明顯 這塊呢,它是完整的 那時候你去摸那個豬 叫喉頭頭就知道 它整個結構是完整的 好,那因為它是管骨石像 好,可是接下來下面這邊啊 請去摸所有的那個管子 有沒有看過這個洗衣機的管子 這有一圈一圈的那種 後面這邊你去摸 自己的摸 壓壓太容易 壓壓的 等一下中上往下這樣彎彎一下 有沒有覺得它有一圈一圈那個 整齒的感覺 有沒有齁 好,這個地方大概有一點像這樣子 就是說它是用軟骨 一圈一圈疊起來 那可是上下兩圈之間啊 它又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是完全是隔開的 但是有時候呢,就是這一圈 這一圈會跟這一圈這個地方會相連 就有一個地方會相連 那跟底下呢 就是,你去看這一面這個地方相連 正面呢,你又是隔開的 所以它有一點不規則性 但大致上不少環狀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 如果你把它當圓圈圈來看的話呢 它那塊軟骨呢 又不是百分之幾百完全封閉了 在很多的地方是 它是以一個半開放的狀態 那這樣的話可以免許就是 萬一那個,有沒有你咳嗽的時候 咳嗽的時候氣管要收縮 所以這個地方改了一點收縮的空間 可是不能太過分 所以它還是要維持住 那個氣管的基本的內徑 這樣液體流通才會比較好 所以氣管是有擴張跟縮小的可能性 但一般來說的話 到這一段 這一段跟那個直氣管這邊 這邊還有肌肉 所以你在咳嗽的時候 會感覺到那個氣管有點緊縮 這個是因為這段 前面這段路呢 還有肌肉平滑接 那比較後面的部分 基本上就開始肌肉 所以維持氣管的長痛嘛 這是第一個我們用軟骨去支撐 整個這個氣管壁 好,然後所以你看那個 上面刻意畫的那個紋路 就是這個原點 好,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只要是大一點的支氣管 通常也會有軟骨支撐 我們通常把這個稱為 這個C型軟骨 或環狀的軟骨 然後支撐起那個氣管之後呢 整個氣體的流通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有效率 然後到末端的這個比較小型的氣管 基本上就沒有了 那今天後面就跟著肺炮 好,那所以你看那個脆 到時候那個朱肺 我們會把它切開來看 你會看到它立體的那個管子 然後跟細到 你用眼睛看不出來的那個小細胞 好,所以到時候還要用那個顯微鏡 才有辦法去觀察到那個 那個肺炮的這個存在 好,所以你看整個構造面的部分的話 然後到了這個脂氣管分散之後呢 其實就是這樣 好,我們配合那個文字來看的話 所以整個呼吸道當中呢 空氣的入口從第一桶進來 241的這個地方 然後進來之後呢 空氣大概有三件事情 這整個環境過程當中 總共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 空氣當中難免會有一些存在粒子包子 所以一定要先去做進化 不是不是 一路上都要去做進化 不是錢 那越大的雜質、灰塵等等 你能夠盡量長它越外面越好 因為它是石巷子 所以它會有一個空氣 就是萬一你沒有過濾好的話 它進到那個最裡面之後 恐怕很難再出來 好,所以第一個是要進化 然後再來冬天就更明顯了 那個 外面的氣溫呢 通常比我們體溫還要來的第一 好,所以如果你吸進來的空氣 那個溫度跟我們體溫落差比較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氣管很不舒服 好,所以一下子吸一口 那個冷空氣的時候那樣的感覺 好,所以剛好我們有體溫 所以這個空氣度過的地方 是跟我們身體的這個接觸 就逐漸的那個溫度會上升 好,然後 然後它當然溫度增加基本上 對於那個後面的氣體的處理也是有幫助的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那個所有呼吸 所有呼吸道的表面都要維持潮濕狀態 是因為 雖然我們要的這個是氣體 但是這個交換的過程當中 氣體還是要先溶與水 然後再透過那個溶與水的 所以末端很維繫的那一段 其實它裡面其實也是液體 所以它必須在那個空氣進來之後呢 然後融入那個末端它的分泌物當中 然後接下來再去跟周邊的組織細胞去做交換 所以所有的動物呼吸漏道裡面基本上都會保持濕入 這個是為了先讓那個氣體溶於液體的環境 然後再來交換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為了要做到這三件事情 所以先從鼻腔來看 鼻腔怎麼去淨化 軟化的話因為只要跟我們身體 它先讓我們身體內 然後跟這個管子的表面有接觸 就是它的溫度就會逐步的上去 所以那個表面的分泌物含有水分 所以就可以浮予它水氣 所以太乾的空氣比吸下來一樣也會不舒服 好 所以你就把那個膠點放在淨化這個部分 鼻腔有什麼樣的工具可以去做淨化呢? 第一個就是可以增加表面性 然後讓那些空氣的那個懸浮的微粒 這一年來大概這個環保上面最常提到的 就是那個PM10、PM5的 然後就是那個不同等級的空氣當中的微粒問題 對 如果你有留意一些環保的問題的話 看那個最近那個開學 就是開學當中期間那個雲頂 雲頂六星附近的幾間小學有沒有 一直吵著說到底那個 小學生到底要不要回到他們原來的學校 去上去這件事情 有沒有 好 就是真的是 有時候你會覺得這種企業跟政府 真是蒙發當中期間這樣 你趕快犧牲那個小朋友 然後讓他們在那個工業區的旁邊上去 你想像這件事情嗎? 就是這種事已經是高風險的事情了 然後當地居民的思維很習慣 然後他們就要那個 他們的那個子女然後就近 就學這樣 這個距離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問題是那個 安全風險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還是要遊說犧牲 可是因為居民他們真的就是過出方便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就是 你政府應該要集幾間 可能會造成這樣合理的問題 然後就覺得這些人真是他媽的事 看你會真的會吐血 我覺得 小隊多小 你看他 他只要在那邊上6年 但你看他這樣子整個呼吸道的功能的受損跟連帶的 以後的這種亂性病的風險都高6年 而且這是個小朋友還在發育的事情 所以看一下你的鼻箱有什麼樣的進化功能 有沒有鏡子的 然後有沒有手電筒 還有手機有手電筒 然後借一下隔壁的鼻孔看一下 好 你可以 那個 醫生不是有這樣子嗎 來那個鼻孔的問題 然後那個燈往裡面招一下 你往那個鼻孔是在處的地方 好這附近 兩側這邊 你會發現你 那個原來鼻孔裡面 那個牆壁不是完全光滑的 其實有程度 你看齁 那所以 因為管子就這樣子啊 所以你要增加表面積的話 第一個就是 鼻孔那個什麼 小腸嘛 小腸不適合形成那個 那個 環狀的重複 對不對 我們講過了嗎 然後再來形成那個 熔 熔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也辦法形成熔毛 但是 起碼我們可以讓那個 那個鼻孔的表面又起 齁 這樣就可以增加表面 其實 我鼻孔照一下鼻孔 那個 應該蠻有趣的 好 你可以用那個啊 那個 手機的那個金牌工的 那個 打個燈 然後 這邊打燈 然後這邊貼燈 然後 用金牌工的 拍一下裡面的那個精彩照片 而且接下來就要看到兩個 第二個 很重要的就是 那個 鼻毛 齁 你平常自己看光不會覺得 鼻毛這麼多精彩的人 自己照一張 那個 寫真照 指示照 齁 金牌照 所以 比較裡面 比較能夠提供過濾的 就是那個表面 齁 那個起伏 然後還有黏液 所以這些黏液呢 可以黏涂一些 這個學符為例 或者是包子 齁 所以這樣的話 起碼在第一線 你就會阻止出小人 然後再來就是 鼻毛 所以鼻毛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空間流通過程當中 鼻毛可能是 這個管道 然後呢 我有鼻毛卡在這個 這個管道上面 對不對 所以它 綿附一些這種 微粒的可能性 應該就很高 好 然後 接下來 那一般的秀年模 大概在哪裡呢 秀年模大概就是在 那個鼻梁骨 好 鼻梁骨下面那個地方 好 因為 那個 這個葡萄 這塊葡萄 這邊是軟骨 這塊是軟骨 所以龍筆為什麼可以有龍筆 這樣知道嗎 這塊是軟骨 所以你可以直接戳一根 然後把它頂起來 看見有多高的 這樣 好 這個 這個 是龍筆的主要關鍵的位置 那後面這一段 這個地方 敲一敲就知道 這是液 所以那個液骨在後面一點點的 那個 那個 天花板的地方 那個就是秀年 但因為秀年模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秀年模的那個神經細胞就直接上達到 所以它這等於是 這裡是秀年模 然後這是哪 然後的 腦的額頭的部位的下面 所以它那個神經一傳出去之後 只要穿過骨頭就到了 所以那個序套傳遞超短的 那它這裡是骨頭的後骨灰 這是龍筆跟我們身體說 改革訊息最短的路線 然後獸器在這邊 中枢在這裡 就是上出就到了 好 然後接下來 往後呢 煙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它就是呼吸道跟交往消化道的交會處 可是因為這樣的構造的特性呢 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就是口式呼吸 就是你的呼吸過程當中 空氣是從口進來 可是真的不太建議 除非就是說你 你現在是逼不得已 你要那個 那個 在晚時間 提供更大的氣體流通量 那 口腔看了你這個時候 絕對比例強大 你看到 它可是你走這條路線的最大的風險 就是說你空氣如果不夠乾淨 像應該有個 那種保護的 是應該就是 你用從這個 嘴巴做這個 呼吸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一下子嘴巴喘很乾 對不對 其實 這個時候說你去 把你的頭稍微 弄個棉花棒 攪一攪 你只會發現不算 還是用米腔呼吸 好 然後 所以煙這個地方 給了一個這樣的方便 所以 那個 空氣也可以從那個 口腔進來 反正都用過煙 那煙之後呢 到時候空氣就會 進入到喉部 那喉頭其實是氣管的起點 然後這個地方呢 有一塊大的軟骨支撐 然後再加上 這邊呢 因為它的氣管 因為我們的氣管是在前 石道是在後 那如果你現在口腔 就要在進去 那邊 那邊 就要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 那邊 就要從哪邊 那邊 就要在這裡 你可以在這裡 就要再當 就要在這裡 對 那邊 就要在這裡 用來 好,這要消化 所以你看喔,現在空氣過完 食物過完之後啊 這個是器官 你看它的相對位置消化很明顯 如果你現在食物困騙的時候啊 經過煙這個地方 比那個呼吸道跟消化道的共同消費處 那其實食物其實比較自然會往那個氣管裡面掉 對不對 好,那所以這兩條管子的平均了 會造成這樣一些困擾 然後最解決的辦法就是 每次呢,當煙這個地方 好,所以你摸這邊發達的肌肉這邊 然後它肌肉在收縮的過程當中 再食物被擠壓 然後這邊呢,口腔的舌頭往上臨 臉部的肌肉在緊繃 對不對 然後最下天花板呢 就往上踩上去 然後堵住了往鼻腔的路 所以這個時候再加上一個 很重要的 就是這邊有一個蓋子 一個門 然後這是固定的地方 所以當食物再往下擠壓的時候呢 這個蓋子就灌起來 好,所以這時候食物的擠壓 不會順勢進入到食道 就不會進入到氣管裡面 除非你吃飯的時候 就是他還在講話 有沒有 所以那個最怕的就是這樣 有沒有,喝湯有沒有 就喝一半 啊 好 畢人正下午發生過殘局 這個是 人家神經不對 然後湯剛好喝到一半 然後為了回應一句話 然後那個禪劇就是 欸,有沒有看過那個 軍隊部隊裡面啊 那種大餐桌 十個人做一桌的那樣 很大餐擠相當合適的 跟我們十一桌那種科學很像 大概坐十個人 然後面對面 然後中間還有劇 然後可以放很多參觀的那一種 對啊 曾經可不說也是 把整個桌噴得很均勻 哇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喝紫菜蛋花糖 哦 你還可以看到那個 苦菜菌在空中 在空中 比賽的那個 補妝的餐桌 也這種成就不是 隨便你就做得到 在公司看看 要不可以分到那個 兩邊也都 又可以那個 對啊 那個 完全有分享到 對啊 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覺得 對啊 對啊 不然那一餐 就讓我賠了不少錢 因為 因為那還在 開始吃飯的時候 就 就 對啊 然後他們就 待會兒也很認分 就默默的 隱忍下來 後來就趕快 那個 晚上的時候 我們也去發一包 那個 那個 很大包的餅乾糧食 賠罪一下 那一口 再加 那 好 好 所以接下來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 叫 慧菸 應該都經過 然後慧菸裡面呢 慧菸基本上 就是一個像蓋子一樣 但是有可以活動的 然後它裡面有軟骨支撐 所以我剛好講說慧菸軟骨 所以慧菸軟骨 就是它裡面那個 要讓那個蓋子支撐力比較好 好 所以裡面有軟骨 但是真正的是 就是講慧菸就可以了 好 所以當慧菸的過程當中 頭頭上方的慧菸會關閉 好 可是如果你現在是像我這樣講話的時候 要發聲 我們是屬於污氣發聲 就是當空氣出區的時候 才會發聲 可是我們的發聲不是用純公平的方式 我們發聲是用生態震動為主 然後再配合共鳴為主 好 啊所以那個生態在哪裡呢 就是在那個慧菸下方那個地方 好 它有對稱性的 好 它有對稱性的這個肌肉 然後很薄 好 所以當你現在呢 肌肉緊繃的情況之下 然後空氣流通出去 它就會產生那個薄膜的震動 這樣OK嗎 好 好 所以當生態震動的時候啊 如果說它的那個生態的肌肉啊 風的月景 所以這時候 產生那個震動 音效是可能會比較高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 有時候你在發出聲音的時候啊 聲音就是 哪怕那個呼吸的量很少 它還會被震動 這個時候相對來講 那個生態之間的風氣叫聲門 所以聲門就要靠得更近 所以哪怕那個空氣的出去的量很少 它還是可以產生症狀感 所以你看每個人喔 那個 用很低微的呼吸 發生的能力不太癢 有一點生態的控制問題 就是 到底這個生態可以貼到多近 然後可以扔到多近 那所以我們是呼吸發生 所以吸氣很難發生 因為那種人 就知道有些什麼叫可以呼 很像可以呼 很像可以呼的那樣兩邊 這樣 這樣 他好像這樣 好 好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可以比較一下那個豬 有沒有 你一腳那個有沒有 好 到底找一下 然後喉頭上面跟人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 所以那個 如果你現在在進食 吃東西的時候 因為會驗是蓋住的 體律上這不可能發生 所以你硬要發生的時候 開始一定要打開 好 那個 然後氣體才會出去 好 下面接下來氣管跟支氣管 就是大管子 然後分支到小管子 好 那從氣管開始 基本上都有比較明顯的環狀C型軟骨 有些他會特別去強調就是 他是開放停的軟骨 然後這個平常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氣管生開 那如果在這個氣管需要減縮 比如說咳嗽的時候 那這時候 那一氣管又有一定程度的這個縮小的幅度 那從這地方開始 基本上呢就有一個更重要的 因為 煙齁其實沒有放上什麼碼 在過濾上面 所以接下來呢 後續的這個空氣的進化 就主要放氣管跟支氣管處理 做什麼處理呢 第一個 他的表面呢 其實沒有什麼大大的起伏 所以他就用了一種細胞 就是他的第一層的鮮毛上 第一細胞 像這個樣子 鮮毛上皮細胞大致上還是能柱狀 然後他的細胞膜這邊呢 有用那個尾管的成分 做了很多的毛 那這些毛基本上是從細胞 直 就延伸出來了 這個就是鮮毛 所以就鮮毛上皮細胞 然後我們才剛結束的那個消化道 那個小腸那個是 維龍毛 這個給你看一下那個差別 然後這是維龍毛 所以差別在哪裡 維龍毛是利用 這個底下 這個底下他用了 這個細胞股骨架的維死 然後去把那個細胞膜撐起來 一個一個那個小石頭撞的 OK 所以維龍毛是 細胞膜的 形態上的 特化 變形 齁 那鮮毛呢 鮮毛他的起點 其實是從細胞石出來的 好 所以他其實 你可以把他 當天他的成分 也是用那個什麼 圍管 他也是用圍管的成分 延後的成分 所以他其實是從細胞石向外延伸 你看 好 那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鮮毛 到底有什麼好處 因為鮮毛很微細 所以 嗯 假設鼻腔能夠過濾掉一些 好 至少到喉這個地方 能夠過濾掉一些的話 那 到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剩下的 呃 微粒相對那個顆粒比較小一點 你看好 啊所以 呃 從氣管到直氣管這邊 我們利用這樣的細胞 然後再用這些毛 第一個 因為表面有分泌黏粒 所以黏粒可以吸附 黏住 對不對 好 啊你黏住不行 因為 只黏住不行 因為這個地方是死巷子 所以他想辦法去排除 所以到時候呢 再利用那個鮮毛的彈動 慢慢往上推推 慢慢被推到哪裡 起碼都可以推到喉頭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彈其實就是那個 肩膀細胞受到這些黏住物 的刺激 然後開始往上擺動 所以那個 會推到喉頭這個地方 就變成是彈 所以一般來說的彈 其實裡面的內容物會比較精彩一點 然後就是 有道德良性 好的 衛生習慣的人 應該妥善處理這一筒進化 尤其那個 那個 色冰淡淡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顏色 要不要黃 要不要綠 要不要紅 要不要紅 黃的話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豬豬之類的 這時候就是 稍微妥善處理一下 找個適當的地方 然後衝掉這樣子 好 好 那個 那個 強國人 真的 如果你有七年看過的話 真的是會覺得 還在穿著臉腳 好 OK 所以 那個 鮮毛長皮細胞 就變成是 從氣管到支氣管 很重要的 過濾性的這個 構造特性 好 然後 如果有感染的時候 一般來講 彈的顏色真的就比較容易偏黃 對不對 就是會有 更明顯的這個顏色 那一般如果是一些 塵埃微粒的話 大概都還算單純 就是白白或濁濁的這樣子而已 好 這個你自己可以當作一個 判斷的證據 看看有什麼發生問題 好 然後 那 氣管接下來呢 在很上面的熱骨 喔 第二對熱骨 你要自己慢慢摸 大家那個地方 其實它就浮沙出去 站很高的地方 你接那個 食道接位在那個胸腹下方 但是氣管在這個地方 它就分出去了 大家在第二對 第三對熱骨這個附近 好 就進入了第一次的吃氣管 然後氣管其實它們有分級 就是 就是那個 也沒有主氣管這個稱呼 沒有主氣管這個 就直接是氣管 然後接下來就是支氣管 那支氣管 那支氣管就是一級二級三級 就月分月細 那這個 以後 這個你們再去慢慢出分就好 好 然後 然後接下來 那我們直接就進入到這個 最末端的這個肺炮 那因為肺炮呢 是氣體交換的主要部位 所以你看這張圖 那個 有一張顯微鏡的圖 好 帶黑的那張看不出來了 可是隔壁那張 那塊是實驗 右下角的左側那一張 這是用掃描SEM SEM是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我們去看看對鏡的表面呢 那個 每一顆鏡鏡表面 那個密密麻麻的管線 然後 慢慢去去很複雜的 那個就是危險管網 好 所以循環系統跟呼吸系統 這個地方 物質交換的 氣體交換的主要的部位 就是在肺炮上面 因為危險管的密集部位 就是這個地方 這樣看得到齁 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不是有提到 那個 其實肺炮的細胞 跟危險管的細胞 是用同一種 對啊 那時候不是講說要做危險管 可以怎麼做 其實很小的危險管 只要這樣就搞定了 我就拿兩個扁平的細胞 然後挖一下 然後這樣借起來 所以為什麼危險管 小到 平常 只有紅蟹球通過 那它只用了兩到三個細胞 做成一個管子 而且你想要這個管子的磁性 會有多大 所以一般大概是不是紅蟹球 剛剛好通過 好 那肺炮就不會 肺炮就稍微大一點 你可以用兩個 三個四個這樣 或者五個 但樹木也不會太多 因為你看這個泡泡 要到顯微性底下 才容易看得清楚 好 所以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做血管的時候 那個內皮細胞 是這樣折起來 好 把這樣子 框成一個管子 好 不一定這麼整齊 可以錯拍 好 做出那個肺炮的時候 如果假設 現在是用兩個細胞做更簡單 就是把它捲起來 好 這樣做肺炮 這樣夠簡單嗎 他們都是扁平高的這個細胞 所以肺炮可以很小 而且很薄 所以這個時候呢 跟微細管之間的氣體交換呢 相對就簡單多了 好 那到了肺炮這個地方 基本上就已經沒有鮮毛的構造了 可是為了要促進這個氣體的交換 在肺炮的表面呢 會有一層薄薄的液體 這個是內皮細胞的分泌物 然後這層薄薄液體裡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就是特定的子蛋白 這種子蛋白的話 可以促進氧氣的溶解 好 所以這個程度還蠻重要的 好 那一般來說的話 以前有提到一個概念 肺炮因為很小的關係 所以呢 平常這個分泌物呢 它只會是薄薄的一層 因為水有一個很困擾的問題 就是它的表面張力 所以假設我們平常肺炮呢 像這樣薄薄的一層水 那還可以接受 所以你的肺炮呢 到時候要擴張要縮小 好 那個自由度都還蠻大的 那發炎的時候呢 發炎的時候就會造成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我們要誇張一點好了 就是那個水呢 就變成泡 這就是一個什麼問題 我們先講那個化學 細胞化學儲藏的時候 記得喔 發炎肺炮內水流過多的現象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肺炮會有一點無法正常的擴張 為什麼 因為表面張力這個時候呢 會拖著整顆泡泡呢 一起內縮 然後偏偏不幸呢 是肺炮能夠擴張 勢必用外在的壓力變小 來弄它擴張 對不對 所以這叫被弄伺服器嘛 所以現在呢 裡面的表面張力過大 然後呢 外面壓力就算是變小了 那結果呢 肺炮該擴張的幅度 沒有展現出來 所以表面張力 基本上太大的時候 會對肺炮的擴張 會產生一個障礙 所以那個 呼吸到一些疾病的感染 比如說那個流氓性感冒 然後我們說那個什麼 磁吸管炎 對不對 如果那個感染已經到 比較深處的地方的時候 萬一再一起發炎 這時候肺炮發炎 開始有一些大量的組織液流出 所以這時候表面張力變大 然後這時候呢 就會有點呼吸困難的症狀 然後呼吸窘迫 甚至於很嚴重 叫什麼肺脊椎 那一種 為什麼叫呼吸困難 就是這樣 所以有一部那個電影 那個聖虎風 你不可以看 你不可以看 聖虎風 聖虎風就是看 他也有拍的 那個到高山上面的時候 你後面那個空氣又乾油 所以這時候很容易就會導致 這個肺發炎的症狀 所以那個話有幾個 甚至於他可以得起 發炎的很嚴重 OK 中秋節快樂 好好好肉 好 不要玩太久 不要拉肚子 吃飯 很傷心 吃飯 уб beat